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觉得说 这个能攻电子好像是大手术 受到许多人鼓励 杜亚邦决定开刀 植入电子耳之后也努力复健 终于可以听得清楚 说得明白 我还没有开刀之前 我曾经受过很多人的帮助 我一直给自己讲一句话 取之电子耳 回馈于社会 就是基于回馈的精神 每个月都用自己的休假 来医院的电子耳门诊当义工 以自己的经历 为其他的听障朋友加油打气 他甚至把他用电子的一个经验 写在blog 然后有个案他有需要服务 他会跟他做线上执行 在我看过的病患里面是少数的 一般人大概自己恢复健康 那就拜拜就走了 杜亚邦不求回报的付出 上个月获得了杰出听障人士表扬 让他的精神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欧佩军王新中台北报道 台湾新生儿的出生率 不但是世界最低 男女性别的比例更是严重失衡 有监察委员调查发现 每一年大约有3000名女婴被人工流产 但是国民健康局一直没有建立相关的通报和监控机制 食品药物管理局对于堕胎药RU486也缺乏管控 导致新生儿性别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因此通过纠正这两个单位 婴儿室里刚出生的小baby看起来活泼又可爱 不过根据监委高凤仙调查却发现 台湾男女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每年大约有7万名胎儿可能遭人工流产 其中大约有3000名女婴消失 监察院认为卫生署没有建立人工流产通报及监控机制 因此7号通过纠正国建局和食品药物管理局 99年所做的到现在为止只查了一家违法的而已 所以表示他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不是很有效的 此外监委也认为国建局和食药局 没有监测医师处方RU486堕胎药的数量 使用原因或法律上的理由 更为针对使用数量异常的医疗院所 查五有无RU486违法替孕妇施行人工流产 才导致男女因性别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 针对纠正案文 国建局和食药局都表示会虚心受教 近日内会提出相关对策方案 包括加强稽查违规进行产前性别筛检的医疗院所 并监看网络性别筛检广告 若有医师违法堕胎 将处10到50万元罚还 经济重大者甚至不排除废除医师征兆 记者来许米希奇问太阳报道 天气变化大 渔获量也受到影响 日本核灾 再加上中国大型微网渔船滥捕 花莲的渔获大幅减少三成以上 使得今年的年货礼盒 价格也翻涨了快要一倍 每年都很畅销的花莲区渔会年货礼盒 今年销售却面临严重缺货 以往过年前都可以卖到五六千箱 现在大概今天出货三千多箱 第一个受到日本核灾的影响 第二个受到我们大型微网的微捕跟烂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天气的不稳定 造成我们今年花年的鱼货 这补货量锐减 减了将近三成 那这个鱼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以白昌鱼来说 原本一公斤的白昌大概要价400元 现在已经飙到550元 过年的时候甚至会破千 其他鱼种像是石斑黄花等硬菌鱼类 一样通通都长 有的涨了甚至超过一倍 本来一公斤的石斑是500块 那现在飙涨到一公斤快1000块 这整个鱼价都在倍数的一个飙涨 所以说我们今年 对于我们整个消费市场来讲 这鱼价是飙得非常厉害 花连区鱼会强调 鱼鱼可卖的情况况愈下 主要都是受到大自然气候改变 以及中国大陆大型微网鱼船大小 通吃的滥捕行为造成 要是人类再不懂得珍惜资源 从今年只能出货3000多项的情况看来 明年可能会停止出货 记者温家凯 花连报道 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我们要来学 跟生活有关的手语 我绞尽脑汁 才完成这份企划案 手语的结构是 这计划 我绞尽脑汁 写完成喘 绞尽脑汁的手语 需要先比一下头部 然后再做出顶毛巾的样子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绞尽脑汁才完成这份企划案